中央气象局发布 台风警报发布 里长立刻以广播进行宣导 警察局与消防局也加派巡逻车及宣导车 劝导民众做好防台工作 并进行疏散病难宣导 为了加强山坡地居民防灾议事 中山区公所在建坛里通北街山区旁 举办山坡地老旧聚落疏散病难演习 要在防汛期来临前 让各单位随时做好防灾准备 今天是我们中山区一年一度的 山坡地老旧聚落的演练 每一年我们在防汛期之前 也就是五月之前 中山区公所都会办这样子一个 老旧聚落的演练 演练最主要的目的 其实是要提醒我们建坛里 位于我们的通北街 一一八项跟一四六项的保全住户 当这个大雨来的时候 台风来的时候 他如果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300毫米 那我们就会进行宣导 请他们超前部署 欲为撤离 那如果24小时累积雨量到达这一个400毫米 那我们就会来强制撤离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演习能够让我们的保全住户 加强他们的防灾意识 防灾观念 那维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我们今天大概动员了大概演习的人数大概有150位 然后我们参与演习的就是今天有我们佛光会 大概有三十几位的佛光会的师兄师姐来做观摩 当然等一下还有我们大子里的任性社区的成员也都会来 那当然今天也谢谢所有的这个立委跟选区的议员 都有派员来跟我们加持鼓励 那也透过这样的演习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区民都能够有相关的防灾意识 第一次的老旧部落防灾演练 建坛里动员了将近40人 然后20人约是领长 然后20人是里面共同来参与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防灾演习 想不到在台北市区还是有危险的山坡居路 我们更要预防剩余 让它发生 我宁愿练习100次也希望它不用发生 因为这对于灾民的住户其实是很大的 人生的居住安全 希望我们每年都能练习 但是希望不会发生 我们准备大概是四天左右 因为我们是按照虚公所提供的脚本 然后里面跟领长互动相互演练 也是我第一次带领我的领长团队 我觉得我很感动他们 愿意为这个领付出点点滴滴的血汗 各位乡亲坐好 帮台北市区随时撤离准备 演习内容包括台风来临前的宣导 与开设紧急灾害应变中心 以及当雨量达到黄色警戒 也就是24小时累积雨量300毫米 宣导民众自主疏散避难 并且协助受伤民众就医 而当雨量达到红色警戒值 24小时累积雨量400毫米 就必须强制居民疏散并进行区域管制 地域配合这里 不然的话我们可以进行开单 我们最近不远到最高20万元不等 这么贵 好了我就到安自所去做一做 一个人在这演练什么意思 收容所来给找人聊天 我想这一次的演练是算是非常成功的 那这些这个地区的演练 重点就是在把这个防灾意识 能够落实到整个民众的一个身上 那在遇到灾害的时候 他们可以可以透过这个自主的应变 做到自助互助然后再公助的部分 那整个疏散的过程呢 他都按照整个区里面的一些应变的机制 落实在执行 那当然我们这边也跟区这里 有一个很良好的互动 那就像来讲我们这个通北街这一带呢 就主要的分队就是大直分队 他们遇到状况的时候呢 就会到这边来做一些紧急上的处置 那另外的话如果雨势过大的时候 他们也会在这里做一些车巡 做一些预警的部分 那我们会把这个地方跟这个 整个消防工作的一个推动 能够整密的结合 那提升地方的一个救灾安全 整个防灾演练动员了 辖区内消防警察防灾室学校 以及李林防灾应变小组等单位共同参与 中山区公所也呼吁山坡地居民在台风来袭时 要提高警觉并配合疏散 才能保障自身的生命安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